麻煩各位你看到oneone在上面 白板最上面是不是有叫oneone翻轉學習平台 我們的資料都放在這邊 但是等一下 我現在就看到好多人進來裡面了 死以受戀西那些都進來了 但是 你不要那麼辛苦好嗎 你游標只要點到任一個超連結 請問下面有沒有就有了 你不要用這種方法 這樣是最難的好嗎 AI要學到這樣很難 你只要點到超連結任一個地方下面這邊點過去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他就會跳出來的所以點開 那就會進到我們的oneone 那各位呢你第一次進去的時候呢 我這邊開一個訪客的 你進來之後呢你有 兩種方式可以選擇 你要怎麼樣加入我們這個平台 第一個呢就是用 訪客的方式 好 你看 滑過上面這裡 你進去之後右上角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叫訪客 對不對 你滑過去之後 按下這裡 就會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好八位數的代碼 那下次呢 你可以用相同代碼 在這邊 再打進去 這樣你的學習紀錄 你有加入過群組 有做的筆記 就通通都會保留下來 這是最簡單的 也不用做什麼註冊 不用做什麼註冊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你可以用會員登錄的方式 那這就是比較標準的 那你可以選擇 你要用上面的這幾個社群帳號 授權 登錄 這樣是最快 那如果你不要的話 也沒關係 你可以選擇用你的信箱 在下面這裡有一個註冊 這裡有一個註冊 那你點了之後呢 就可以打上你的 姓名 Email跟密碼 那 他會寄蒙真正信給你 所以你要去熟悉一下 所以這三種方法 其實都可以 那如果你要單純一點的 你就用訪客也沒關係 也是OK的 等到你覺得 我覺得這個平台 我想用看看的 你在正式加入也可以 OK 因為上面除了我的資料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 很多其他的 因為這是一個翻轉學習平台 所以 還蠻方便的 那各位呢 您進來了之後 進來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那個訪客代碼在這邊 所以如果剛你不小心忘記了 就是上面這個號碼 有沒有 那 麻煩各位 不管你用標準帳號 還是訪客帳號 您可以先編輯一下 你的個人資訊 在右上角那邊 編輯一下你的個人資訊 你要用 中文 要用暱稱 要用英文 都沒有關係 改一下就好了 這樣比較知道是哪位同學 這樣子 這樣OK嗎 右上角那裡 好了你就按儲存 就可以了 第二個呢 我們的資料在哪邊 我們的資料是在這裡 各位剛剛進來之後 都是在發現裡面的這個 一個課程 那發現這個選單裡面的都是公開的 都是公開的 課程比較像是 就是單一個課程的教材在裡面 那單元就是 只有一個教材 那叫單元 那課程可能就 裡面會包括比較多教材 不過呢 互動性比較多的是所謂的群組 所以我們資料放在群組裡面 比較像班級 就一個 不管是辦一個活動也好 那我要有一些 互動的 我就會放在群組 所以我們資料放在群組這邊 那就麻煩你按一下 發現裡面的群組 第一名就是我們的 有沒有找到 第一名有沒有 左邊第一個 好 你把它點下去 各位 到了這邊 你已經到門口了 只缺臨門一角 加入就好了 有沒有 按一下右上角那個加入就可以了 這樣你就會看到我們的資料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你按一下加入之後 我們的 資料就已經擺在上面 那麼我們今天包括所有的 課程的教材 上課錄影片 還有 一些相關軟體的連結 通通都在這邊 大家現在進來了之後呢 您看一下 在 外面這邊呢 是我們的 這個叫做訊息 這個訊息 訊息的部分 然後呢 如果你以後有問題 其實也可以在這裡發訊息 我會收到通知 那我就會進來回覆 就進來回覆 第二個呢 我們真正的內容是在任務裡面 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資料 其實都是發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裡面已經蠻多資料了 每一個任務呢 你要進去就是按它 看裡面有幾個單元 有幾個單元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內容 就可以看到這些內容 這樣了解 好 那我們的右手邊呢 右手邊 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 這次延期會用到一些軟體 我就放在這邊 好那這個呢 裡面其他還有更多 你可以按一下旁邊這個 有沒有打開了 這裡又打開又有其他 就預設它是顯示五個而已 那我往下走 你就可以看到 今天上課錄影片 我會放在哪裡 這樣OK 好 所以 這個是讓大家先了解一下 你要怎麼樣來看 我們的這個教材的部分 那你點下去之後呢 他就會打開 這樣的一個 新的分頁 他都會問你 有這個完成條件 沒關係 好那你進來之後呢 除了內容以外你會發現 在右手邊 是不是有一個筆記的欄位 對不對 你可以在這邊做所謂的文字式的筆記 那如果你要做手寫式的筆記 什麼叫手寫式的筆記 這次玩到的特點 也就是說他幫你把教材的畫面拍下來 比如說你看一看 看到這邊 你按一下手寫筆記 他就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 塗鴉 這樣就比較快 對不對 但是呢這個部分呢 您必須要安裝一個 就是那個 Google Chrome 或者是Sufferry的那個擴充工具 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所以如果你沒有安裝的時候 你看按下去他就告訴你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找 你看你用哪一個瀏覽器 不過現在那個Firefox的部分 火湖的部分 因為現在火湖的那個擴充工具有改版 所以他現在這個暫時是不能用的 所以你用Sufferry啦 Google Chrome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給您做個參考 如果您做一般的文字式的筆記 文字筆記 你可以做很多個 按下確定 有沒有下面就有文字筆記了 這樣有個好處 教材跟筆記是不是就在一起了 所以下次再看這個教材 筆記就同步出現 就同步出現 那當然如果您覺得說 我的筆電現在比較小 畫面比較小 您也可以把右手邊這個筆記欄 把它藏起來 右上角會隱藏筆記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取得比較大的空間 需要看到的時候再把它顯示出來 這樣就好了 這樣 OneNote的基本使用 應該大家就沒問題了吧 可以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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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